欢迎收看影响世界 我是黄慧玲 海明威的第一部长篇著作 太阳依旧升起 被公认为是海明威最重要的代表作之一 今天很高兴邀请到这本书的中文译者 陈夏明来介绍海明威跟即将出版的 太阳依旧升起 夏明你好 慧玲你好 大家好 夏明还是先请你帮我们介绍一下 海明威这位大文豪 提到海明威 然后大家应该都会想到老人于害 然后就想到诺贝尔奖得主 那其实在这些光环之下 海明威她是一个很爱运动 然后真的是很man的人 可是这都是外在的形象 在她的心里的世界 其实就是一个 可能有一个爱哭的小孩子 躲在她的心里面 那也因为说她的内心 其实很易感脆弱 然后再加上她外外在必须要维持出某一种很坚毅的形象 所以这样的拉扯 反而让她在写作的时候 能够写出一些 例如说一个人能够被击倒 但不会被摧毁 是 硬汗的感觉就出来 因为她她敢她能够她能够透过作品来呈现出人的那种细腻 可是她总会在那个细腻的当下再把那个人拉到一个坚强的的层次 可是其实她本人来讲我觉得是一个很多内心系的人 是活得很辛苦 对 尤其是我们知道最后海明威是举腔自尽 因为她有家族的遗传嘛 就是她其实小时候就有些问题 因为小时候她她的一些短篇故事里面有一些比较自传性的篇章 那里面就对就有提到说她小时候就是很怕鬼 是 她会看鬼故事但怕鬼 所以她其实很小时候开始就有失眠的问题 那这个失眠的问题其实长久都伴随着她 那她当然刚才讲到她内心又很脆弱 又又必须装得很man 所以这些再加上家族的遗传 所以就让她在老年的时候 她就开始得了就是精神上的疾病 就开始发病了 然后身体也出了很多的问题 因为硬汗总是很多的伤口 对 这些伤口雨天然后风湿就会痛 就是很惨 所以这些内外夹疾之下 然后就让她开始变得很很痛苦 所以当她后来也去接受那个脑 精神疾病的不当的治疗 对就是那时候不是飞跃杜鹃窝里面 不是有一个就是切除这个电极 这个脑前叶的这个手术嘛 所以她也去做了那个手术 就后来一做完了讲话都会流口水 没办法好好的说话 那你可以想象一个这么在意形象的人 竟然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那她其实无法接受 所以说她其实在她的 在这个手术之后其实就尝试自杀好几次 那最后就是拿了那个猎枪 然后就是引弹自杀 是 大文豪在一生有很多的作品 夏明这次要翻的是太阳依旧升起 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太阳依旧升起 在海明威的整个著作生涯里面 她的重要性 这本书算是让她奠定了她国民作家的的基础 因为她在1925年吧 出版了这个我们的时代 她第一本的短篇小说集 那这本书其实一出来 她的因为是纯文学书嘛 所以印量没有这么高 但是呢她一出来就卖得好 然后呢在文学圈 在批评圈 这个反应都非常的棒 所以等于是她第一本书就成功卡位了 大家都知道这个人是谁 那我们做出版的就很清楚 第二本书才是关键 因为如果说你的第二本书 很多人的第二本书就垮了 那你就要再努力回到第一本的状态 但是海明威这本书非常的幸运 就是她一旦出版的时候 首刷五千多本 一下子就卖完了 所以等到她到了 到了再两三年之后 她出版没有男人 没有女人的男人 那本短篇小说集的时候 这本书已经八刷了 对 是 所以等于是说她这本书是非常的畅销 让她再登上高峰的一本著作 而且我觉得这个 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分析 就是说 如果你是只是一个纯文学的作家 那当然你的销售量 应该就是只有到一定的程度 没有办法再往上拉抬 但是这本书呢 他写的真的是很很大众 就是真的是一般的人 他读了会很有很有收获 很有感觉的 所以说你知道 他就可以在大众的市场开始在卖 所以才真的就变成一个畅销的作家 是 夏明说这本书很大众 其实我们说太阳依旧升起是中文翻译 但夏明前两天跟我开玩笑说 这本书其实应该叫做 爱上一个不该爱的人 其实他表面上是一个爱情小说 可不可以请夏明先帮我们解释一下 介绍一下这个部分 其实老实说 我自己在翻译这本书的过程 其实我真的觉得他就是一个写的非常好的言情小说 怎么说呢 因为他里面就是重点是那位女主角 女主角你知道一九二零年代嘛 其实虽然我们讲说那是爵士年代 然后身体因为爵士乐开始跳舞 然后解放了 解放了 可是对于当时的女性来讲 其实是还是会遭受众人的目光 那你有些事情其实你不能做的 但在这个书里面 海明威塑造出了一个非常前卫的女子 怎么个前卫法呢 他就是剪了很短的包脖头 然后呢他的很漂亮 他很漂亮 然后他重点来了 他曾经离过两次婚 目前正在跟人家打离婚官司 这是第三段婚姻 然后呢 又正在和一个男人论及婚嫁 而他跟这个男人之间呢 又是开放式性关系 第四任的先生 对的这个男朋友 对 是他第四任 然后他跟他之间是开放式关系 意思就是两个人互不干涉彼此的性生活 对 但他们很match在一起这样子 真的是非常开放而前卫的一个女性形象 而且重点是 他就是刚才讲他剪短头发 对 但是他出去玩的时候 他有时候会带男生的帽子 穿男生的衣服 是 就是他是一个很漂亮的人 但你可以在他身上看到一个 跟当初不同的 跟我们那时候 跟当当时候社会要求的女性 的形象是完全不同的样子 所以说他很多人讲海明威 他都是在海明威的作品里面 女性都是花瓶 但是在这本书里面 没有 唯一的主角真的就是这一个 这一个女生 大胆前卫的女性 对 那故事其实就是从这个女生开始 开始的 那叙事者 其实就是男主角 那男主角的话 他是一个在美国 在巴黎上班的 当记者的一个美国人 所以等于其实就是他自己 因为他那时候就是在 他因为自己也当过记者 就是在巴黎当驻派记者 对 所以说他这个男主角 比较有趣的是 他一样是每天在喝酒 但因为他是记者 所以说他总会表现出一种知性 一种秩序的那种感觉 但是呢 他在喝醉酒的时候 都会有很多的痛苦的内心性 尤其是什么 尤其是他 他受过伤 就是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然后他上战场 结果在一个根本就不危险的战场上 受伤了 然后以至于就失去性能力 所以他在午夜梦回喝醉的时候 都会为此感到很痛苦 所以他就会在这个喝醉酒的时候 就会说 谁谁谁你去死吧 他很爱着这个刚才提到的那个女性 他就会说Brett 那女生的名字 Brett 你下地狱吧 Brett 你去死吧 就是这样 所以其实你有时候从这个作者的 从这个男主角的这个状况 你又可以去猜测到海明威 他可能有时候也会在喝醉酒 或是你不知道的状况下 就是大喊谁谁谁去死吧 这样 总之呢 这个故事就是在讲这两个人之间 一个人是有爱 但是没有性能力 一个人呢 是很需要人家的拥抱 但是他没有办法忠于一个人 那这样的对象 两个人其实觉得都是灵魂伴侣 各有一部分残缺 对 但他们两个人真的是深爱着彼此 是 可是每次就是 因为你知道这就是这么残酷 他们无法真正的碰在一起 是 所以你就知道说这个东西很很虐心 对 就是就是一个虐心的苦练 是 所以下面才会说这本书 还有一个副标叫做爱上一个不该爱的人 对 因为他们两个人真的就爱上一个不该爱的人 是 你去看这个这个男主角 对 他他他他不只是心灵受到的冲击 他连身体都都受到都受伤了 他没办法性能力 对 所以说等于是说 这个这个书里面所有的人 几乎都是受到战争波及的 前面比较主要的场景是在讲 这两个人在巴黎相遇 后来到了 西班牙 西班牙看斗牛 可不可以请夏明帮我们讲一下 这两个不同的场景 就是他的书可以切成三大部分 第一部分就是说 他以男主角为为中心 然后就是女主角还有其他的朋友们 他们每天都是在巴黎的各个角落 开趴 然后你在里面可以看到就是 他们每一篇都在喝酒 如果他没有喝酒就是在喝咖啡 对 如果他这两个都没有的话 都是在吃大餐 是 就是一个非常三厅 三厅系的那种感觉 然后呢 那是他们巴黎的生活 其实这是一个铺陈 就是去铺陈出一个 为什么这群人 他们有些人是有工作的 但为什么他们一到了晚上 就要这样子放纵自己 或甚至在上班的时候 就要偷偷跑出来喝酒 为什么 那当然这之间 他就开始埋了一些情感上的伏笔 例如说男主角跟女主角 男主角之间的爱情 对 以及女主角跟男主角的朋友们 之间的关系 是 对 因为这本书 总共会有四个人以上的男人 爱上这个女主角 这个女主角 所以前面都是铺陈 是 然后到了中间的时候就是 一群人没事干嘛 所以想到七月份到了 七月份的话 西班牙有这个 这个Saint Fermin 这个这个庆典 对 然后那个庆典最有名的就是说 有那个类似大的那个傀儡 然后就是Saint Fermin的雕像 然后很多的很多的什么国王 什么什么的雕像 就是大家会像我们那个台湾那种大三郎 这是很大的那种 但是他只能扛着 然后游行 然后大家喝酒 这是一个狂欢的地方 大家大家喝酒 然后又有鬥牛 所以这群人就想说 我们就趁着这个Saint Fermin 这个节日到了 我们一起去西班牙玩吧 是 就这群人就来到西班牙了 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个状态 在巴黎的时候 他们有些人是要上班的 他们有些人是有一些工作要做的 但是当当一群人好朋友来到了度假的圣地 而且这度假圣地是以狂欢最有名的 那你就可以想象 酒一定会喝得更多 那酒更多的话 表示你的理智的层面 就会越来越那个 那你的原始的那一面 就会再露出来 那加上他们又要再去看斗牛 斗牛的场景就是真的是很血腥 是非常原始 很原始 然后一开始都是会有 像一开始是有马 有有有有长毛手 他骑马牛就会去攻击 但你就在那个那种气氛 那种很原始 然后很躁动的那个状态 状态之下 这群人再加上一个当地的斗牛士 小帅哥 小鲜肉 十九岁的小鲜肉 十九岁的小鲜肉 再加进来了 你就可以想象说 这群人跟这个女主角 之间会发生多么激烈的冲突 是 对 其实虽然夏明说 当然对一般人来说 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好看刺激的爱情故事 对 女主角跟很多男人之间的爱情纠葛 但是像海明威 当然不是只有描述这个层面 他更大的一个事也是 他看到了一个战争对人的影响 刚才提到那女主角嘛 就是我们虽然说在这书里面 他存在的样子 就是一个比较前卫 然后就是他想 他觉得他自己需要爱这么多的人 对 所以他就要去做这件事情 那他的伴侣们都理解都会体谅 是 可是在他变成这之前 我们只知道一件事情是 他的最爱的人 就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上死掉了 他的第一任先生 他也那时候不太算是先生 但他书里面没有讲得这么明显 但就是他的他的挚爱 在当时就是在战争的时候死掉了 那他其实这个女生在战争的时候是护士 所以他也见过战争的残忍 对 他很清楚战争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然后呢 那个男主角 他原本是一个 因为你如果知道 他里面没有提到他为什么要上战场 可是如果你看过海明威 他其他的作品大概可以理解 在那个时代 然后很多的美国的年轻的人 他都是因为看到了那种英雄式的 他们是向往战争 对 他们是向往战争的 所以他们一个一个都自愿上 跑到欧洲来上战场 但是当他们来到战场的时候 像是海明威 他到战场去 他不能当真正的兵 所以他就透过红石智慧的方式去战场 他就开救护车 当一个运输兵 他一去就看到整个那个战场 那个一个城市 然后整个是毁掉了 然后他必须要把这些石头石块捡起来干嘛 把里面的那些尸体挖 拉出来 然后他就一直去描述 就是长头发的女性的尸体 这件事情对他造成多大的阴影 因为他从来不知道说 原来战场上死的也会是女生 也会是这些住在自己家里面的人 就是女人跟小孩比较多 所以说你可以理解那状态之后 你去看这个男主角 他不只是心灵受到的冲击 他连身体都都受到都受伤了 他没办法性能力 所以说等于是说 这个这个书里面所有的人 几乎都是受到战争波及的 那在那个状况之下 其实是很很可怕的事情 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是 应该是历史以上 历史上面第一个就是最大的屠杀 因为那时候炸弹也有了 就是一切可怕的事情都存在了 以前战争子弹也是圆的 你打进去也还好 那时候现在不一样 那个时候已经有尖的子弹了 你打过去是整个血管都会被弄破 然后身体就破了一个大的洞 你就一次就会死掉了 那在那个状态之下 你以为说你又真的上了战场 结果你看到说 为什么不管好人小孩女 女性老人都死掉了 那这个世界到底有没有公理啊 对 我们相信说神会来为我们 带来一些秩序 带来一些正义 但这个时候神在哪里 所以也就是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 如此的可怕 以至于那个时候很多的人 他都对于这个 不管是宗教 或者是对于这个家的这个概念 全部都失去信任 因为我如果待在这地方 到时候如果战争又来了 那我不就立刻就要死掉了 那我要不要干脆趁这个时候 还没有战争 我赶快去玩一下 尽量的在生命结束之前狂欢 对 因为你不知道明天还会不会来 是啊 可是你看这样的 这样的这样的狂欢的方式 并不健康啊 对 因为他其实是想要逃避这个世界的 是 可是当你开始进入这样的模式的时候 你久了以后 你反而很难再回去正常的世界 是 等于是你把自己推到一个非常边缘 而且危险的角落 战争用另外一种方式吞没了这群人 对 有一个里面有一个疯疯癫癫的人 对 然后他就对着那个斗牛士 就是那个十九岁的小鲜肉 是 就对着他说 你告诉他 你告诉他 上场那些斗牛都没有搞完 一直强调 对 然后这时候男的真的忍不住了 他就问这个小鲜肉说 你听得懂吗 然后小鲜肉就说 我听得懂啊 但是他知道他一定听不懂 对 所以他就那就好 那就好 夏明其实在翻译这本书的时候 也感到很大的愉快 因为你可以领略到 海明威对于一些写作上面很高明的地方 他在这本书真的太妙了 就是说 大家如果看他的老人鱼海 可能还没有办法意识到 因为老人鱼海是中篇的 小说 所以里面可能有一些 而且又是多半是比较孤独的状态 他的周围的人比较少 但是在这本书不一样 以前看老人鱼海 或是他的短篇小说 你都觉得每一篇都是写得很刚刚好 对 然后就是没有那么多的愉快 就是有时候比较严肃一点点 或者是比较激烈一点点 但在这个这个太阳依旧升起里面 不是 就是他里面有各种各样的咒骂 就是会骂人或是什么 而且有各种各样的幽默感 像是我们在喜剧里面 常常如果有一个场景里面 有一个外国人 然后有一个台湾人好了 然后再有另一个台湾人 所以这个台湾人 就会开这个外国人的玩笑 就对他讲台语 对 然后这个 然后就叫这个人翻译给他听 这样子 然后那这个男的就很尴尬 所以一旦翻译的时候就笑点就会出来 是 那这个一样的情景就出现在太阳依旧升起里面 有一个里面有一个疯疯癫癫的人 然后他就对着那个斗牛士 就是那个十九岁的小鲜肉 就对着他说 就叫他的朋友 就是男主角 告诉他说 你告诉他 你翻译出来 你说 那个上场斗牛的那些牛 都没有搞完 那个小鲜肉根本听不懂 那男的觉得我如果真的翻译这个话 我就会被他揍了 到底要不要翻 因为这是一个侮辱嘛 为什么侮辱 就表示说 这些公牛他不是真的公牛 所以你身为一个斗牛士 你去杀这个不是真正公牛的公牛 其实胜之不武 所以这是侮辱的话 所以他他不敢翻译 他在中央中心就一直不敢 怎么办 那男的就一直喝酒说 你告诉他 你告诉他 上场那些斗牛都没有搞完 一直强调 然后这时候男的真的忍不住了 他就问这个小鲜肉说 你听得懂吗 然后小鲜肉就说 我听得懂啊 但是他知道他一定听不懂 所以他说那就好 那就好 刚好自己化解了这个尴尬 可是他就是有一种 你不会说真的很到那种爆笑 但是你会觉得有趣 就是你会感受到海明威那种有趣的幽默感 那这个幽默感 其实就建立在那个场景 很完整的场景 跟很完整的对话的那个结构 对啊 夏明你最推荐这本太阳一旧升起的 你想要推荐给读者的点是什么呢 太阳一旧升起真的是一部很很厉害的作品 但他是一个很年轻的作家 所写出的第一部长篇小说 那在这部长篇小说里面 其实你已经看得到所有海明威写作的文学技巧 都在那里 甚至呢他在这本小说里面 会多了非常人性化的一面 那我们在讨论海明威的时候 我们往往认定他是硬汉 对而把他生命当中的其他的经历都抽离开来 但是这本书里面你可以看得到一个 会很会写咒骂人家的话的海明威 很会开一些低级玩笑的海明威 以及就是如何在爱上不该爱的人之后 那个心里的痛苦 以及那种空虚感 能够写出这样的东西的海明威 所以对于我来讲 我觉得这本书真的是 如果你真的喜欢海明威其他的作品 这本书你绝对不能错过 所以夏明接下来有可能会 翻《老人与海》吗 因为我知道你前面也翻了很多他的短篇小说集 然后现在终于快要翻完他的《太阳依旧升起》 接下来有想要挑战《老人与海》吗 其实老实说啦就是 我很享受翻译海明威作品的过程 就是因为他我觉得有时候会 翻译久了以后你慢慢会认识这个作者 会有一些心灵上的交流 然后其实我觉得有时候 我自己都会觉得自己的性格 有点接近他 就是一个内在有很多的 真的吗 内在有很多的小剧场 是 然后外在却是一个 有一个形象 的确有样的形象 这样 所以他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拉扯 那有时候我在翻译他的作品的时候 我会觉得 跟你有点像 我自己也不是只有我自己这么奇怪 其实会稍微放心一点点 对 你看这个人都得诺贝尔文学奖 那还好还好 那其实翻译对于我来讲 我觉得是一个很棒的时刻 因为你必须自己翻译 那你就是很深入的阅读一个文本 那你在这个文本的时候 你去挑他里面所有的细节 对 你一个一个拆解 然后再组合起来 是 那这之间其实也等于是 你在跟自己进行一种对谈 跟作者对谈之外 其实你在找的是你自己 对 所以我觉得我在翻译 尤其是他的作品 在翻译韩明威作品的时候 我有感受到自己好像可以 心灵的死霸这样子 对 所以我其实会希望 以后有时间的话 就按照他的出版的顺序 慢慢地把他的一些作品都翻译出来 但是这个东西要建立在有时间的状况 因为有时候工作太忙的时候 真的 会很辛苦啦 对 最后我们来讲一点 海明威的小八卦好了 听说这本书出的时候 其实跟一些绯闻 丑闻有关吗 对 就是他丑闻有两个 第一个就是说 他在出这本书的时候 其实他已经跟前 有一个出版社前约了 他出第一本书的那个出版社 但他想要把书给另一家出 所以这时候怎么办呢 他就直接 他就直接写了一篇短篇小说 然后内容就是针对钱东家 他那个最有名的作者 立刻就是暗示他写他 然后骂他这样子 所以钱东家看到这个东西 他就投稿给钱东家 是 我要你出版这个 钱东家一看就是火大 对 我怎么可能出版这个东西 他是我们当红炸石机 是 我们要靠他才可以有年终奖金 所以他就把他立刻解约 对 他还解约就很开心 立刻就拿着这个稿子去另一家出版社出书了 对 所以你看这个给我们一个启示 就是文豪 并不是这么有道德概念 对 那另一个就是说 在这个书里面 其实有提到一群人在西班牙狂欢 就是他们这群人到了西班牙 其实这个西班牙的经历 也就是跟海明威的这个人生 真实的人生经历有重叠 就他就是因为跟了一群人 他的朋友们还有他太太 对 一起去西班牙看斗牛 对 参加那个三分明节 是 结果呢 导致之间就有一个情愫的流动 嗯 然后就开始有些纠葛 所以说 你可以把这本书当作是一个上流社会的八卦 当时上流社会的八卦 或是当时的海明威文学圈的八卦 对 那你在看的时候其实很多地方可以套到他的真实的角色里面 哦 好 今天非常谢谢夏明给我们介绍很精彩的《太阳依旧升起》 如果你想要看一个很精彩的言情小说 他也是一个大文好写的言情小说 如果你想要看到战争那个层面 其实海明威也写了很多给我们很多的歧视 今天谢谢夏明 谢谢魏林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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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